可是我覺得相似也不行 因為我就是相似的受害者 怎麼說 我爸媽就是 很可怕 我跟你講 太像了 對 他們兩個脾氣都很火爆 譬如說一個生氣就 一個生氣就摔電視 真的 我覺得他就是這樣踹 那你們家家店的 以前就是他們就是 因為一個是天秤座 一個是獅子座 然後兩個人就是沒有要浪的 就是你今天要大聲 我比你更大聲 你吵到二樓鄰居聽得到 我就吵到五樓鄰居聽得到 你拿剪刀 我就拿菜刀 對 就是這樣 就已經是這種地步了 所以我覺得相似真的一點都不好 因為到現在我只要聽到 就是鄰居稍微有一點大聲 我就會發抖 有陰影 我就會有陰影 所以我覺得相似 因為我爸跟我媽 他們年輕的時候 都想要做大男人跟大女人 就沒有人願意讓他們 所以我就覺得相似是太可怕的事情 你要找到一個至少 雖然說他很戲劇 但是你很平靜 所以至少你們不會因此而 就是吵到就是鬧警察局 或是鄰居都知道 但是相似的就不行 我爸媽就是不補的 我媽每次在那邊發飆 對 然後我爸就一直笑 然後我媽 我媽說 你還笑得出來 你是純精病啊 然後我爸就說 你生氣的時候好漂亮 可愛可愛可愛 我跟我老公現在就是互補 但是我不希望我們變成相似 像打麻將這件事情 因為我很喜歡打麻將 可是我發現我老公一開始 因為跟我在一起 所以他想要學習打麻將 陪我一起打麻將 但我後來發現不行 本來我只要輸3千5 我們兩個家在一起要輸7千 那不行 我就跟他說 你改掉這個習慣 我不需要 你跟我變得相似 就是我覺得我們還是互補就好 你繼續不喜歡玩 我曾經有一個朋友 他們結婚之後好爽喔 因為就是兩個人住在一起 都不用就是被譬如說 女方的爸媽 或是男方的爸媽約束 因為他們 會不會覺得 兩個人 兩個很髒的人住在一起 就覺得 天啊 太爽了 對啊 可是你知道 髒成一團 對 久了 多可怕嗎 妳痛痰 我尿尿 對 差不多 就是譬如說 吃完便當之後 你知道便當是會長拼納 就是會長黑色的蟲子 沒有人要親 結果他們家就變蟲蟲生太管了 真的 最可怕的是 他們生了一個小孩 你知道他們生了小孩 聽說他小孩是在垃圾堆裡面 成長的 那個奶瓶不是有尿 不是尿狗 奶瓶有奶刺奶垢 他們兩夫妻就覺得說 這樣子有衝一下 兩下 三下 OK 就放著了 從來不刷 就有一次事情大條了 小孩子就腸胃炎 因為這樣下去 遲早會腸胃炎 而且皮膚都已經有問題 就是已經會發癢 然後有時候抓到潰爛 他們兩個夫妻還是覺得 沒關係 這樣小孩子的抵抗力比較好 未來就是 因為這樣 因為他們兩個的不愛乾淨 所以小孩子有更高的抵抗力 所以他們就一直是這樣子 然後到最後 他們兩個的生活就沒有人救他們 然後也沒有人敢去他們家 然後就覺得他們小孩子很可憐 所以妳不喜歡相似的關係是因為 對 因為看到這樣子太像了 可是他們很開心 可是小孩子 對啊 當我們當在一起開心 他們覺得小孩很可憐 他們開心 他們覺得生命會自己找到處理 然後生小孩 看到小孩撿那個蝦殼在吃 開心 對 反復歸真 不行 這樣子 太相似也不好 然後內褲十天不洗 他開心 來 小潔 互補派的好處 因為我當然覺得互補派好 因為我爸媽就是相似派 所以他們才會搞到離婚 其實一開始我跟我老公 我們也覺得互補好像不是很好 因為曾經發生 剛交往就發生一件事情 害我們差一點分手 但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你需要多一點時間 因為互補嘛 他的想法真的是你抓不住的 所以你需要花多一點時間去想一下 他為什麼這樣想 因為那個事情很小 就是我可能 我要點外送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說 我筷子 湯匙就一起 就是環保的餐具就來了 他會叫你點選要不要附餐具 一般就會打勾嘛 我老公就說不要 他覺得 反正家裡有 就用家裡的就好了 然後呢 他就說 可是我就會說我不想洗耶 我也不想讓你那麼辛苦 那我們都不要 我們就是讓他送完筷子來就好 他說沒關係 等一下我洗 然後那時候吃飯前 我就喝了一杯茶 我就想說 那他等一下要洗筷子嘛 我就想說那就放一個杯子在那 他等一下應該會順手洗起來吧 結果 沒有耶 他大哥真的就是把筷子跟湯匙洗完之後 他那麼大一個杯子 他就放在那裡 因為他說了 他只洗筷子跟湯匙 對啊 他有講啊 我沒有 我一開始也覺得他是這樣子的人 就是覺得他是一個 就是可能比較自私的人 可是你跟他交往久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 他真的沒有看到 就是反正就是我覺得 慢慢的你會發現他的好 因為我最近運期真的是很多的不舒服 大家會覺得說我現在看起來 好像臉小小的 但我身體其實已經胖到快80公尺 對 但妳的臉維持得爆好 對 真的 對 因為我 因為懷女兒 如果不看妳脖子以下的話 身女兒就美 其實我前 不看妳脖子以下的話 會覺得想要問妳說 因為現在大學念幾年級 因為他 對 沒有 因為我前三個月的時候 真的心情很差 因為就是臉也像泡了符馬鈴一樣 就是很腫很腫 然後每天都把氣出到老公身上 可是我老公有一天就默默的 拿了一個禮物給我 我就覺得 什麼禮物 沒有 我們老公買了這個 小法拉 厲害 小法拉 我家有兩根 為什麼有兩根妳知道嗎 為什麼 我本來那一根我老婆在用 她用了以後變成我沒時間用 因為她任何時刻都在用 所以我自己也搞了一根 因為我想說 我就是女藝人知道這種東西 就是感覺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老公怎麼會知道 我就說 爸爸妳為什麼要買這個給我 他說因為妳前三個月 就是臉真的腫得很嚴重 而且加上現在疫情的關係 然後我懷孕的關係 加上我以前 我就有那個九糟的皮膚 所以我皮膚很敏感 就更不可能出門做醫美 他就說 Baby我跟你說 就是大家都說 妳有這台小法拉在家 基本上妳做一分鐘的按摩 妳就等於去外面做SPA 做20分鐘 這一台機器 我覺得它很棒的是 它有光就有電 對 它不是說妳要去頂樓 曬太陽 不是 是妳只要有 家裡有日光燈 或是現在在棚內 其實它就已經在充電了 現在這裡就在充電 是 它這個 它這個正式有一個名稱 我們這叫小法拉 小法拉 它是透過微電流 微電流美容儀 而且它上面這邊圓圓的地方 對 就已經是充電 就已經是充電的地方了 所以其實它默默地在充電 然後這個圓頭的地方 還可以用來按摩妳的眼睛 妳要 妳家就有兩支了 它沒給妳 對 沒有 它是可以整台 整機 拿去水中頭水洗的 因為它沒有任何要插電的地方 所以它非常安全 我想要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我平常在家是怎麼樣 保養我自己的 一般妳都拿來按摩哪些部位 我其實一開始會先按頭 然後它其實全身都可以戴到 眼睛 脖子 它其實 如果你化妝 其實現在也是可以用的 但是我想要卸妝給大家看 蔡小潔現場卸妝 卸完妝了 卸完了 其實我跟你講 膚質很重要 所以我剛剛畫的妝其實底很薄很薄 輕輕卸一下就掉了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一支它不只顧妳的膚質 它本身也非常的漂亮 它有2.3面 你不要看它覺得好像就是2.3面 但是因為它是義大利設計的 所以它每一個點 每一個線 每一個面 都有它使用的方式 傳說中的2.3面 例如說我剛剛說它充電的這個地方 就是拿來按摩眼部的 你可以先上一點自己的保養品 比如說精油 精華液或者是乳液都可以 然後建議大家因為它有微電流 所以不用很用力很用力的推它 輕輕的推它就可以了 可以先針對眼周的線條 跟眼周的穴位 昨天給大家看 你看 它其實慢慢的往上 帶到眼周的肌膚 很輕喔 很輕喔 很舒服耶 它的微電流很舒服的原因是 我自己有9招 所以很敏感的人 其實是不太能用電流啊 那個電波什麼東西 但是它是類音波 你這個也可以拿來按眼鼓 很爽很舒服 按那個 按太陽穴 看著自己就會想按 太陽穴超舒服 因為我本身有失眠的問題 所以我只要這樣按了 除了你的就是線條跑出來之外 你的人整個也放鬆了 然後重點是呢我想跟大家講的是 它這一支按摩久了之後呢 它可以刺激你的膠原蛋白 除了你的那個線條會更明顯之外 膠原蛋白也能夠刺激出來越來越多這樣 你看它這邊另外一個面是一個大U 大U就是你可以放在這個 這看起來就好舒服 拉法令紋是嗎 對 那蔡小潔妳要不要做好表情管理 我覺得太舒服的臉了 對 妳的臉表現得太舒服了 這麼舒服 不是 真的很舒服 這個時候轉到我們節目的人 以為在幹嘛 沒有 明明就很漂亮 而且我跟你講我覺得它那個 義大利設計真的不是假的 因為我老公買給我之後 我就去看了很多女藝人的介紹 它很奇妙 它每一個設計對每一個人的臉型 就算玉琳哥這樣比較大的臉 它也是完全能夠 它完全 你看 它適合各種臉型 對 它還有一個小V 小V是用來幹嘛的呢 就是我們這邊的輪廓線 下額線 對 而且真的你們試試看 不管哪一種的臉型 它都非常地貼合 而且它很輕 它沒有很用力 你看 是不是 真的有V起來 兩邊 臉歪了 你的臉歪掉 對 因為它 它這就是類音波 左邊就拉體了 所以你不用做任何醫美侵入式 你也不用等它 可能一個禮拜才會好 或紅腫 樂痛都不會 你再加就一根 你可以從頭按到腳 拉完之後 這個像小V 還有大S 大S要幹嘛呢 小心 你可以從 來到頸部身體的部分了 因為 媽媽其實是不能刮痧的 可是你那個氣血還是要通 你要慢慢地往下 然後 你知道之後我們要去生小孩 不是要準備帶殘包嗎 我什麼都沒有想好我要帶什麼 我想好了我要帶這一根 在帶殘包裡面 因為之後 一根底白根 對 要通乳線 有按到你旁邊 後面 旁邊 然後還有淋巴這邊 而且你想看到你在月子中心 然後邊追劇 邊按摩 然後呢 它還有一個面是大A的曲線 你就可以拿來刮小腿 由下往下這樣子按 隨意我會比較順暢 很舒服 很爽 可以不會那麼水腫 對 就不會那麼水腫 女兒好辛苦 對 女兒真的好辛苦 所以你擁有這一根 你變成是從頭到腳 而且最重要是什麼 你只要有需要的地方 這個小小的一根 可以放在包包裡面 是 而且放在我這種 超小的小肺包裡面 就是你只要出門你帶著它 你就不用怕說 頭痛你就按一下頭 胸部痛你就按一下胸部 然後腳痛你就按一下腳 然後如果想要變美的話 你就直接一機在手 就是每一個角落都可以顧到 所以真心愛一個女人的男人 不用奪會天言蜜語 就是一根小髮 對 代表你對她的真心 而且代表她有觀察我 知道我需要什麼 非常好 妳繼續刮妳的沒關係